刘逸宏先生呢 刚才所谈的是有关于我们的检查总长的这个制度 目前是没有退场机制的 没有退场机制这件事情 让大家对于这个检查总长不满意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 有没有方法可以处理 方法基本上我同意逸宏先生讲的 不是很多 但不是没有 但是一定要有确定的证据 第一个比如说 如果说他有所谓违法失职 这部分的话 当然监察院可以提出弹劾 经过工程会议以后可以把它撤职 这是第一条路 那第二条路就是说 如果他有严重的行政上的瑕疵 那当然可以记过 那记过以后 当然可以停职可以免职 就是不管他是立法院通过的 当然也是公务员的一部分 也要受公务员的考基 等等的约束 跟郭冠英一样 调职停职免职 但是这个东西要有很强烈的证据 就是说是属于行政上的瑕疵 要不然这个停职免职 到了那个司法机制里面 又会被推翻回来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 我一再讲说 我很少讲说 要陈忠敏去职或者离职 但是我确定的是 如果他有证据证明 他重犯法案院的话 那没话讲 你不管监察院这条路走得通 或者行政上既两大过 免则也行得通 不一定要完全等到 司法院那个农场的程序 那这个制度的设计 事实上不是单一的制度 我们有很多的 比如说审计部长 管全国账务的 比如说这个监察委员考试委员 也都是立法院通过了以后 任期保障 除非是有其他的弹劾机制 要不然是不容易去职的 是一方面是在保障说 他能够在任期里面 不受任何其他的政治压力 这点益龙兄是讲对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辉职兄讲说 他有没有偏袒扁家的足够的证据 他有没有重犯防御员的足够的证据 这当然目前我也是在怀疑当中 但是我也没有证据 处于合理的怀疑的程度而已 不太是我的重点是说 那当然是可以查如果从具体 可是我对这种具体的个案之外 我觉得这个制度面问题 这样一个人 比如说很重要 如果要给他这么大一个权力 很重要是筛选这个机制 这个人要够专业之外 他真正是操守品性要奉公守法 而且比如说到这个地方去 当时为什么他刚刚又在吃一下 他讲说李子柱 你要扯一个人是真正不畏权势的 你要经得起检验嘛 讲得很低一点 我们台湾的检察官 你会有哪几个是这样的获射 当时其实排名一二三四名的 说真的都还不是 他还不是排名最好的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这种人选 我们整个这个选拔的筛选的机制 本身就立法委员 那你说希望选出这个人 能够独立运作 能够不受这个权势 根本上一开始前提就错了 这个制度设计 道理上有问题 操作起来保证有问题嘛 那在这种情况都要想说 我们老百姓怎么办 你这些立法委员 都没多了 去旧外国那多了 你算的人都不是真的公正嘛 第二个问说 是怎么给我们减杂官的系统里面 层层都弄到最后 越有名的越糟糕 真正行的独立办案的 很早就挂了 我们整个这个检察体 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才是根本的 要不然你再换 换谁 我问我怎么有什么太大差别 刚刚不是讲吗 现在特征组 不要讲检察总长 光这几个检察官 会问讲说 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是我们根本上致命的 好 我是觉得说 今天我们的法学界 我们的政界 特别是领导界 针对这个东西 没有深刻的反省 老百姓都感觉到 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气愤 没有提出一种担当 没有提出一种前瞻 那大家变成现在这里 从要不要换 陈聪明这件事情 是反应而说 我们被困在里 刚刚他私下真的很凶 可是我们的主人已经醒了 我跟你说 妈可以叫他们这些人 没有提出自己的办法出来 像你说的叫它滚蛋 在电子的办法就想不出来 说这些是根本的问题 不然白身自己要想办法 谢谢广告